美股死就死了 身家有多少都不關你的事 七八八其實我真的很想說 不知道為什麼七八八成為我 成為代言人 我會自己做個特輯 七八八靜候群 等你十年都挺過人 到時你真的不知道跟好還是不跟好 各位觀眾HAPPY NEW YEAR 歡迎收看牛牛耳流座 今天請到大家最喜歡千呼萬喚的大師 上來我們富途牛耳的節目 大師知不知道今天上來做什麼 初初不知道 現在是GD 有些字這樣撕掉 現在不撕著 一會兒就給你逐個撕 好 其實大家看到這塊板也似曾相識 YouTube也見過 但我們今天也有些新元素加進去 好啊 今天我們準備了一些 搜尋大師的時候 會有關係的關聯字 例如你打審大師 後面會出什麼呢 今天就等大師親自揭曉 亦都說一下他對這些關聯字的看法 好啊 但是那個字好像錯 人們是用屍體的屍體 那個屍體我們不出了 大師見不見到我現在在做什麼 你手震不用震 外面江湖傳聞是錯的 通常得罪我的那些人 都有好結果 那麼我們轉回 轉回做那個詞 對 轉回做那個詞 那麼今天呢 我們的新元素是什麼呢 就是如果轉頭出現一些字 不太順眼 大師給我一個顏色 我立即可以黏著那個字 哦 黏著 即是不看了 對 那是不看的 通常呢 多謝你可以這樣給我 是 通常都不用 哦 即是大師全部回答 即是大部分的字 我都搜尋過 根本上 基本上是這樣出的 好 那我們事不宜遲 是 馬上開始了 第一 來了 登登登登 大師樓市 哦 樓市 好 大師樓市沒問題 大師是看好樓市 還是看淡樓市呢 看淡樓市 我看樓市是死了的 真的 但是 很多人還在說 樓市很厲害很厲害 那究竟是我錯 還是別人錯呢 嗯 還是中原城市之處錯呢 所以樓市 現在已經 那些豪宅劈了 死了 然後就納米樓 那你也看到 政府很多政策出來 基本上樓市只有一條 就是死路 那你預期 什麼時候才是 真正毀滅的時間 我想不久了 其實 真是今年內的事 即是未來一年內的事 那大師有沒有自住物業 你自己有沒有賣 沒有 肯定沒有 那很多人就說 沒有自住物業的人 就是廢柴 那我又不覺得 到今時今日 我都覺得 真的 不需要揹一層樓 做樓爐 那 沒問題 而且樓一定跌眼的 那 我看 就 起碼五成 起碼五成 你們相信 就不相信 就買樓了 都可以的 你們買樓了 嗯 那我想問一下 你看看香港的樓市 會不會有些地方的樓市 你覺得都可以考慮呢 暫時呢 就應該未存 因為還有一個元素 是對樓市有大影響 而這個就是全球性的元素 就是通脹令到美國的息口 和貨幣政策會有變 在這段時間 大家又會想 通脹就是樓會升 不是 這個是滯脹 就是經濟不好 但是物價上升 這個經濟環境 促使到全球的樓市 會有一個調節 德國跌得最厲害的 一定是香港 大跌五成 好 我們就等一會了 我們趕完樓了 下一個 好 又看看 是甚麼來的 是甚麼來的 在失色發抖 Lincoln是甚麼來的 中文叫做 連登大師 連登 連登大師 有沒有上過連登 我沒有上過 因為不知道 好像是連登 又要學生證登記 又要成 黎富途開戶就簡單很多 著數更多 一月開戶 除了送你一股蘋果 和200元股票現金券 新年轉倉玩扭蛋 隨時拿到價值 9,299元的蘋果手機 最少都用300元超市禮券 現在就打開資訊欄 按入開戶連結 我沒有上過 但是我知道 在連登 我是有個壇 這件事也是創舉的 亦都引以自豪的 沒有人有這麼厲害的把炮 可以有個壇 不過現在 我覺得 連登有部分 是過了去第二處 過了去紅暗索羅斯那裡 那這件事 我說真的 我真的很吃醋 是真的覺得 沒有理由 那個壇 全部 是過了去其他人的 是 所以 是差一點 大師 會是 其實是 曾連登多些 還是喜歡連登多些 我喜歡 由始終 我都說了 你可以起壇 可以經常來瀏覽我的節目 其實也是感激的 如果不是他們出現 過去這十幾年 我沒有辦法 紅得那麼厲害 所謂 為何要紅 就是因為他們的出現 不斷地唱衰我 而令到很多人 就問 咦 這麼有趣 為何要這樣 就來看我的東西 從而做了我的粉絲 因為 他們覺得我所說的東西 言之有物 絕對不是他們所說的 Haters所說的 相反的東西 無形中就覺得 你敢言 你說的東西是真的 這樣就做了粉絲 說真的 如果過去十年 沒有高登連登那些的人 其實我沒有紅得那麼快 應該是助力很大的 所以多謝你們 多謝 真的多謝 那說完這個連登 下一個是 登登登登 美 古 這個 先不要說那麼多 這個不要說那麼多 一會兒說 講一個字形容下 美古死 就是死 尤其是很多人 已經在過去一年 過去大半年 不要說那麼多 大師 我們下集再講 好了 下集再講 我們下集是1月12日 大家想聽美股怎麼死 就記住 好了 接著下去 阿里巴巴 這隻 厲害 我也不明白 為何人看得那麼淡 阿里巴巴 因為它真的跌 是嗎 除了因為它的股價跌之外 你有沒有一個因素 可以說到 它值得淡 但是記住 股價一路不停跌 也都有機會是 真的 壓低來買的 阿里巴巴不用失望的 有的人不用失望 也都阿里巴巴 現在這些位置 我覺得很舒服 可以買 是 未來一年 那大師 大師自己有沒有 炸阿里巴巴 沒有 為什麼沒有呢 因為我等了 最後一月份的震盪 當然 其實沒有所謂的 如果你是正股 81元和83元買 其實沒有所謂的 因為將來的升幅 不止這個數 我看看有沒有機會 再低一點買 都是要買 是的 目標的低價是 目標低價 250 即是你的意思是 現在你百宗賣入 你最少都會升到250 最起碼看250 但是當然就不止 好 好 那我們就去下一個 這些沒有辦法 你就要看未來一年 因為我給他 長線 瞄 燈 燈 大師 燈 燈 有兩種 一種就是明燈 一種就是明燈指引 有些人就會覺得可以做相反的 但是也有些人覺得燈 也是點一條好路 去長線跟 真的 我覺得是讚美 讚美 但是你覺得 可能是有少少踩的成分 也沒有所謂 有沒有試過覺得自己 唉 有些預測 你們說得很對 我那次真的燈 說真的 每個人一定有一段時間好 一段時間不就手 燈也一定會有 問題就是 你究竟是用長線 還是用短線 如果短線 我擺明是炒一兩天 這兩天你一定要送給我的 那些我會覺得 燈的機會更多 是 所以也是 其實 你說短線 我譬如做很多渦輪的節目 給很多渦輪的貼士 那 有時候 燈了的 那天就被人打了一隻牛仔 或者什麼 會有 但是 我試過很多次 是 給一隻渦輪真的一個星期 或者幾天 跑上去幾倍 這些 就不是燈 那 如果你說打一隻 中一隻 四倍 那 都是賺錢 是不是 那 大家怎麼看 我覺得 最大的問題 其實 有一幫人 立心 將我 找 24小時跟著我 找錯的東西出來 鋪帶來講 這樣就變成 做了一個 污名化 來燈了你的東西 其實 最主要是這個問題 但是 如果你說 有很多細心看 聽我分析的東西 其實不是這回事 他們說你燈 你祝福一下他們 即是 希望你 全家富貴 那些 新年流流 就算了 我們不要去到今天 希望他買什麼 升什麼都祝你 那不是的 我不是燈 買什麼升什麼 那些真是中的 好了 跟著 挺有趣的 是嗎 好玩的 新家 新家 我就不會說的 即是要貼上去 是的 這個不說 但是要貼上去 新家 說真的 你想知道 你做什麼 其實每個人 有每個人的新家 那個新家有多少 都不關你的事 總之我就覺得 在現在這一刻 我賺錢也夠小 但是 過得的生活 也都很舒服 這樣就可以了 其實都不怕的 照開吧 是的 我想問一下 大師回答 新家有沒有八位數 接近 接近八位數 接近 接近 接著 金句 哇金句很多 金句 是的 最金的那句 樓市爆X 樓市爆了 是的 但是其實我覺得 現在看 好像都不太爆 價錢還落在那裏 很多人會覺得樓市還沒死 樓市實際上就是爆了 但是 很多很多因素 會做到一個假象 令你覺得還沒爆 只是調整 或者甚至是破崇高 但是 你看到現在的環境 基本上 你要沽樓 未必容易沽到 你將來 接下來 就會看到樓價顯著落 但是現在 各方的實力 都會 有實力的 應該是 持份者 他會盡量做到樓市 是當沒事的 但是大家正在出貨 這樣 我記得 大師上年有一句 是金句 這個是我記得的 是嗎 我X你了 X財經 X財經 X財經要X 為什麼 沒有 作為一個傳媒 你可以 禮環切曲來講我 還要不問當事人 你傳媒 你聽到一些事情 你是不是應該要 訪問當事人 你說我看淡騰訊 所以一定會升 那時候是420 你看看 就是見底 其實 這些傳媒 是傳媒之始 也說真的 X財經 不止一次 很多次做這件事 我心血來潮 不如拍一條片 X他 我真的覺得 應該躲在洞裡 不敢出來見人 如果是當事人 他們事後 有沒有找人接觸 你說 X的大師 當然沒有 根本是無恥的 這些事情 是不是 還有 這類人 是不會再見你的 不敢見你 希望將這件事淡化就算了 總之 總之 我會推出一條片 推出一條片 上去 經常 留在 Youtube X財經 那個頻道 給他們看 會不會 如果 那間 嘟嘟嘟嘟 唉 我想到大師認錯 大師會不會原諒他們 說真的 認錯 原諒這些 就是小事 亦都 很多事情 好來好往 但是 我想 我不會 接受 他們訪問 亦到以後 因為 始終 這件事 除非這樣說 你接了 街市 接了它 我就會原諒你 好 好 我們就看 最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 七八八 其實我真的很想說 聽 亦都不怕說 不知道為什麼七八八成為 我成為代言人 因為你經常說 大師 我經常說 很多股票 很多人都會經常說 第一 七八八去到兩元的時候 全香港大部分財影都叫你買 說這件事很值 前景很好 兩元看三元四元 在兩元的時間 全部 大部分股票 都叫買 唯獨我叫不要買 好了 那些人 不會去 追擊 他們 兩元幾天買的 那些 反而 落到 過四個半 那時候 我開始幾天買了 跟著 跌了下來 就會追擊 那還要 還有一點 過癮 是 兩元叫人買那些 落到過三 過二 那些 他們就認錯 說這隻 不是認錯 應該是 變了不關他事 就說這隻股票 是廢柴 大師說的 也不是我說的 是啊 很奇怪 為什麼會這樣 我想的 我想的 其實 我想了很久 七八百 只不過是 我推的股票之中 其中一隻 我推了 而是 贏很多的股票 是很多隻 包括小米 最經典 二十幾元 跟你說 九元買 真是落到九元買 然後 九元買完 十七元第一柱 三十多元的第二柱 吃光 就是它 這些沒有人說的 但是七八百 就 零零射射 很多人說 好了 看回七八百 是不是真的這麼差 不是 但是 那些人說到很差 是什麼 就是因為股價跌下來 所以覺得差 但是你記住 長線找股票 是找那隻股票的基本因素 覺得好還是不好 來買 它的價格是可以跌到超值 而低價 那你更加要買 那這些 其實是 長線投資的角度 是對的 但是短炒的角度 一定不對 所以 到了尾 來到現在這個階段 大家就把七八百等於沈大師 是 為什麼呢 我都不明白 因為 七八百應該等於那些兩元叫人沽 現在死了 這樣 又沒有人說的 當然 就是 過一過二 你說 這就是廢了 兩元的買完 現在走 這件事 又好像不負責任 是不是 因為你要看回那隻股票 是行不行 那行不行 不是現在的價格決定 是接下來的潛力去定 所以我都不明白 但是 這件事 我都回去總結了很久 是 到有一天 七八百走完出來之後 我會自己做一個特輯 就是 七八百症候群 為什麼呢 因為七八百裡面 已經包含了很多 在心理學上 群體效應上 的一些重點 我覺得 很興趣 我用學術研究 別人是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其實 我這次是會做的 七八百症候群 裡面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 拉到我身上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 注意 關注他 有些人關注他的目的是什麼 其實是顯而易見的 當然 這些留待 七八百真的可以上兩元的時間 是 大師覺得 七八百是可以上兩元的 可以上兩元的 等一點時間 其實七八百最大的問題 或者其他很多五芝股最大的問題 是因為疫情影響到五芝的進度 這個進度拖延了整個板塊的時間 大約一年多 這個拖延順便 就是可能沒有採地 被人沽一下心 這樣便會鎮一下貨 但是最終始終不會改變 就是五芝的發展 是國家重要的政策 但是譬如他的走勢近來的確不好 你會不會都參考其他股評人的做法 譬如他都認錯 那七八八我去到某個價都認錯 你們不要再問我了 其實認錯 或者 第一我不會這樣認錯 即股票 如果本身的業績有問題 我會認錯 譬如說 九八八 在290元、300元的時間 停了螞蟻 那一刻我會叫人沽 我會做這件事 但是一隻股票的基本因素沒有問題 Fundamental沒有問題 全部一切數據沒有問題 為何要認錯 就是拿著它 當然 有些人的想法就是 我短炒的 你這樣保持著 這東西又不斷跌下去 當然要走 這些是短炒的做法 但是長鮮 我沒有理由要走 我走了 突然間飆上2元 有2元 不是這麼傻 所以 有些股票是堅持不認錯 認錯是基本因素出了問題 並不是因為股價出了問題 所以要認錯 好 那我們就去到 最後 好像沒有什麼驚奇 大師你覺得應該有什麼 全部都是正路的東西 預測 為甚麼 這個我不明白 因為很多人 其實上網想找大師的預測是什麼 不論是喜歡你還是不喜歡你的人 有些人喜歡你當然跟著你賣 不喜歡就他們玩 找大師你登了你對監 好 歡迎的 沒有問題的 但是預測呢 我們就留下一集再說 好 好 但是我們今集還有少許想說的 就是大師 有沒有覺得好像沒有什麼驚喜 有些什麼應該在裡面 又不在裡面 我記得早前我搜尋過 見過的 大師中風 是 對 對不起 我真的 就算是中風也好 這兩次 都是沒有問題的 可能你們是大失所望 當然 兩次其實都是輕微的 對我自己身體OK 我覺得 應該這五至十年都死不去 做多十年節目給別人看 是的 想跟大師 想當大師明燈 你還要登十年 還要登你十年 登你十年 其實也挺過癮的 是的 到時候你真的不知道 跟好還是不跟好 其實也挺過癮的 是的 我們今集就先說到這麼多 我們下集有些什麼 精彩的內容 大家一定要追來看 分別有大師說預測 預測 會說一些必買名單 是的 其實我認識了這麼多年 我過往做了這麼多年 預測 其實你覺得是準多還是不準多 我最深印象的有兩次 第一個就是一股不留 一股不留那次準的 還有一次 近期那次就是科技股 你好像三十月跟我說 科技股死硬了 但那次又要公平一點說 因為那次大師跟我說 港股美股科技股都死了 但是結果是港股是死了 美股是還沒死的 是 那時候美股是死了一陣的 不過後來又有些事情救回來 我們這些就是預測 必死無疑名單 美股為何會死 我們就下集回來 再跟大家分調 我們這時候要跟大家說什麼 Like我們的影片 Share 訂閱 Like Share 和留言 是的 然後按下頻道的小鈴鐺 我們下次有大師的新片 你們就一定不會錯過了 我們今集就是這樣 下集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